He is better than imagination Hello, 各位尼莎美尼堅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Carmen 我是黎粟客 我們今天另一位主持 Joey 去了很遙遠的地方 Hello Joey Hi Hello Carmen Hello Bagel Hello各位觀眾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2021年快過 所以大家都在準備迎接一個新的一年 去到不同地方慶祝 我們就在華府 Joey暫時不在華府 我們今天就連線做這個節目 講到2021年 其實回顧我們今年發生過的事 華府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我想說 首先當然 最大件事就是多了我們這個節目 當然了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其實多了這個節目 原因都是因為多了很多離散的港人 所以我們都想搞這個節目去團結大家 想問問兩位 多了這個節目 還有你們都可以說是一整年完整 在華府生活了 過去的游泳工作 倡議工作也好 自己個人生活也好 你會怎樣去總結呢 工作上 我想用一句去概括 其實就是很努力把香港這個議題 將它放在美國一些不同的持份者的桌面 就是back to the table 因為其實香港這個議題 本身那個momentum 是在飛歐的 我們香港整個抗爭的運動 我們香港整個抗爭的運動 其實在2019年發生 其實到今年已經是2021年 都對 都對 時間已經過了一段 也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國家 其實他們的情況 可能是更加 比我們水深火熱的 所以怎樣去維持著香港這個議題 可以長期在美國 政策的圈子也好 或者不同的持份者 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內 其實今年工作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上面 明白明白 那Joey呢 你覺得今年 你會怎樣去總結你的工作 在華府 我覺得我會用一句說話來總結 就是路漫晚期收緣 然後不將上下而求索 因為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在工作層面 還是個人層面 過去一年都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因為在香港的議題上面 正如巴掌剛剛所說 其實隨著《國安法》的落實 我們看到香港 再沒有一些很大型的示威遊行 所以我們之前可以拿來吸引 一些政客關注的一個畫面就沒有了 然後隨著越來越多的 就是香港的政治人物 社運人士被判監 被拘捕入獄 那樣我們都慢慢地 失去了一個和香港本地的抗爭者 繼續可以有效地溝通的一個渠道 所以要怎樣將香港的這個議題的熱度 繼續去維持下去呢 究竟要怎樣再在除了制裁 或者一些安全港的法案以外 要怎樣要求我們的政府 繼續關注香港的議題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們過去一年都在摸索的一個地方來的 在個人層面 因為都離開了香港 雖然是慢慢適應著 但是很多時候 特別是香港發生很多不同的事 看到自己朋友被捕入獄 或者看到很多自己過去曾經所屬的組織 被迫解散的時候 都還是會覺得有一份 就是幸存者的內疚感 都會有一份無力感在那裡 但是我都相信 無論是我自己 還是巴治郎 還是其他在那裡的抗爭者 其他流亡的手足 都會繼續去摸索 繼續努力去跨越每一個難關 是 講得很好 其實今年真的 大家都是想將香港議題 重現那個熱情度 大家都要再繼續關注 剛才Joey 講到制裁 其實去年我記得 是很多制裁推出來的 所以去年我記得 那個關注度是真的比較高一點的 而且我記得 我們開香檳的程度是比較多的 那個次數比較多 由於這個六折的關係 我們今天是每人都離開 不過都開了一支 有一個Holic 的這個 Sparkling 的提字汁 去慶祝一下 迎接新的一年 講到這個 他在開這個魏香檳的時候 就講一下這個制裁方面 上年是很多的 那今年就似乎 就不算說太多 但是呢 在這個美國對香港的措施上面 就推出了一些不同的 臨時避風港的一些政策 去協助香港人的 但是都還有好幾次的制裁 就包括在一月份的時候 上一屆的美國的政府 那就是退之前呢 因為我們知道 香港在今年的年初 就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一月六號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搜捕事件 很多的民主派人士 就因為這個民主派的立法會初選 因而就是被控這個違反國安法 其實現在還是如光未了 那當時的前國務卿蓬佩奧呢 就是宣佈了制裁 一系列的損害香港人 那個自由民主的官員 那當時還是有了一輪的制裁 那大家記不記得當時 發生了香港這一宗的大搜捕 在華府我們那個反應是怎樣的 其實我很記得那一天的 因為其實剛剛過了一星期沒來 那跟著就突然之間就出了一些新聞 然後就說我要去警署那裏報道 那大家那時候已經是不好的預兆了 那也都最後就不幸地的 就是這個預感也都中了 那是很誇張 因為我記得是 第一就是你由你收到那個消息 開始去到警署那一天 其實中間有一個時間 那你想一下 就是在整個初選被捕的人來講 其實那個 那個 心理的壓力 那個幾個 就是那個時間已經在那裏 在那裏 然後如果大家記得 那個上庭的時候 都是一個 我自己認為是酷刑來的 酷刑來的 酷刑的簡直是 審了三 有沒有三天三夜 近四天 近四天的時間 然後有很多人中間 其實是頂不住 已經去到醫院 是啊 其實整件事是不應該出現在香港的 我想不論是當時的一個 好刑的對待 去到今天 很多被捕的人 其實都還未得到保釋 我想無罪推定 一個保釋是基本的人權 這些事其實對於香港 以前的社會來講 是一個常識 但是今天這些常識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就是很奢侈 我們見到就是 原來有很多人 都 而當中很多人其實 都是有名有姓的 在國際間 其實都得到一定的關注 而香港政府也是 事無忌憚地 去對他們做一個拘留 而到今天他們都得不到保釋 那Joey呢 你記得那時候 其實大家 國際社會是怎樣去回應 這件事呢 其實我記得當時 這個大日首部發生的時候 就是華府的晚上時間 其實很快 翌日的早上 我們已經看到 美國政府宣布要去制裁 就是因為去實施國安法 和去進行這個國安法 立法的一系列的港共官員 其實我記得當時 其實美國無論是政府部門 還是一些國會跨黨派的議員 甚至乎是一些自負的一些 職員都好他們的感覺都是十分之震驚 因為我們看到那次 抓了足足53個民主派的人士 他們是說 由本土派到泛民都有 當中更加有 不同的法律 不同的法律界人士 有教育界的人士 有一些工會的人士 當中更加包括一個美國公民 所以當時其實華府上下的反應 都是十分之神經 我記得當時也有很多人 走來問我 現在這個53個人都被捕了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些什麼去幫助香港呢 當時我也是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更加準確更加嚴峻的一系列的制裁 因為其實除了當時被制裁的幾個港共官員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香港官員 中共官員是有份去繼續打壓香港的民主運動的 我記得當時一共是制裁了六個人 其實是包括了譚耀宗 還有之後就被人發覺去突骨那位的 蔡展鵬 真的要恭喜一下他們的 先喝一杯 其實之前我想說他制裁的時候 我都不太知道蔡展鵬是誰 我只知道他是新上入國安處 但是他自從一突骨之後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哪位 香港人其實在美國都做了很多事情 除了繼續去推動多些的遊說 還有在紐約我記得是有一個 發起了一個大的遊行 當時其實全世界的人 各自不同的地方 都是舉辦了一些集會 其中一場在紐約 就有差不多近100人 其實說的是不容易的 因為當時一來疫情 二來天氣冷 你可以齊集到差不多100人在那裡 去集會去聲援 去再叫美國人關注這件事 還有當時的場面是非常之震撼 因為你看到是47人 所以最終被人落案的47人 就有些照片全都放在時代廣場那裡 所以那次就是非常之震撼 以及以我一個記者的身份來說 就是印象很深刻 講到這個示威遊行 其實之後 去到慢慢天氣暖一點 3、4月甚至到5、6月 我們香港人在美國 是越來越多遊行的 我自己也採訪過不少 所以我很記得 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612那次 那個的 霧王612兩周年那次的遊行 當時你們兩位都在廣場 是 是怎樣的 那次 那次因為6月12號 我想整個香港的抗爭 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也是一個 我想是能夠象徵到整個抗爭的形態 去變成一個更加和湧不分 或者是展現到香港人決心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在那一天 其實全世界 不知道我們 全世界 很多的大城市 其實的香港人 都已經在找一些手法 去嘗試提醒大家 其實兩年前的今天 我們就一起去Breakthrough那件事 所以那天在華府這裡也做了一個抗爭 我們現場也有一些現場的live band 去唱一些抗爭的歌曲 希望盡量是和這裏當地 不論他是遊客也好 或者是當地的美國人也好 去說回究竟兩年前發生了些什麼事 嗯 我就知道 Joey你也是有份去負責 籌備那次的612兩周年華府的集會 那時候籌備會不會都很困難呢 還是其實大家都一說起612 那個心都還在這裏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不單止是華府的港人組織 去響應我們 甚至其他國家的一些組織都說 我們612都會搞一些遊行集會 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不同的文宣 不同的一些poster 這些東西 所以都看到其實很多香港人 雖然是移居了海外 或者是一些手足已經要流亡海外 都好他們依然是很記得612 對於香港這個運動的象徵 都依然是很努力的去參與一些運動 或者遊行去支持香港的運動 那我覺得對於612來說 那場集會令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們當時邀請了不單止有香港 和一些西藏和維吾爾族的港姐 我們更加邀請了我們其他奶茶聯盟 來自緬甸和泰國的一些港姐 跟我們分享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2月開始 緬甸就爆發了一場政變 那在612之前的不同的遊行集會 都有很多我們奶茶聯盟的盟友 有去支持我們 除了多謝我們為緬甸的一個政變的一個抗爭 去發聲之外 也有去聲援香港的示威遊行 所以我覺得由那次大會 我們不單止可以見到香港人 目望初心的這個初衷 我們都見到了 我們所謂的 Cross Movement 就是香港人的一個藝術 我覺得是令我很印象深刻的 這個也是 我是見到今年那個遊行的變化 是尤其大的 就是多了不同的民族 國家的人 聚集在一起的 以前可能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台灣人就是海灣人 但現在不是的 是維吾爾人 西藏人 香港人 你看到每一次都是一堆 尤其是華府的遊說 或者大家是互相幫助的 不會說國家自信門前說 就是我見到有時候香港人的遊行 都會幫WIGA 覺得他們有一條 WIGA的FORCE LABOUR 他們都會去幫忙推 所以大家已經是融合在一起 是一個抗共的力量 講到不同的示威遊行 奶茶聯盟 我就記得有一次都很重大的 就是大概4月的時候 其實緬甸的政變在大概2月發生 但是華府一直都有很多緬甸人去遊行 其中4月那次是最大的 我記得你在現場幫忙遊行 由華府的華盛頓紀念碑 走到中國大使館 那天是走了很久的 是怎樣的 因為逃經了幾站 我們除了中國的大使館 也都逃經了緬甸的大使館 去表達抗議的聲音 那尾站就是在中國的大使館那裡 我也做了一個發言 因為其實在緬甸整個政變裡面 我們小北面都看到中共一些手影 在支持緬甸的軍方 甚至令人質疑是否有些實際上 軍事上援助緬甸的軍方 所以遊行的路線 就會是這樣的設定 其實是很深刻的 因為其實你看回緬甸的畫面 甚至乎比當年2019年的 我們香港的畫面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 見到他們那個無助感無力感 其實是很能夠抗起 兩年前自己的回憶 明白 那說到這個示威、遊行 其實緬甸人他們的耐力都很厲害 每一次遊行他們都是出盡力 喊了麥克風 是真的厲害 你看到那個力量是完全 嘩 你都很想幫他們的那種 他們就是幫他們的同胞發聲那種 其實我們自己香港人 都幫自己人發聲都很用力的 有一次我就記得 我們在新聞 我做記者來說 都會看著每一條片的點擊率 收視率 今年最高收視的一條抗議片段 就是由你和一位的抗爭流亡者 在這個中國大使館外面 燒國旗 其實這條片這麼震撼 是否因為香港人真的做不到這些事情 所以見到你們做 你會不會覺得是因為這樣 他們就是見到你們可以幫忙 在華府做到這件事 所以這條片最終出來的效果這麼厲害 我想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 實際上我們今天正在做的抗議 很多可能已經在香港做不到 這個是此其一 第二 我不知道為什麼原來小粉紅也很喜歡 我們去宵夜的畫面 那條片 其實小粉紅也幫了一把去推 因為自從很多香港人看過那條片 大家很浸憤 真的要學他什麼什麼 但是小粉紅又出來爭吵 所以那條片又再推高了 所以收到你們的訴求 今年一定陸續又來 另外除了這條 很多人看之外 差不多近年尾 就是NBA球星肯特 來到華府去親身撐牆 不單止是去撐榮爾人 西藏人 亦都是跟香港人說了一聲 你們是香港人 即他們對我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是非常之了解的 當時Joey還在那裏跟她拍了照 可不可以說回那一天呢 其實這條片都對香港人來說 是非常之是鼓舞了 你覺得那個最鼓舞的地方在哪裏 我覺得最鼓舞的地方 就一定是 剛才Annis Cantor說到 你們是香港人 你們不是中國人 都不是英國人 你們是一個很獨特的群體 我想這句話對於我自己 和其他離散的香港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鼓舞的一句話 因為其實這麽多年來 我們不免都會在這裏 struggle 究竟我們是中國人 還是我們是英國人呢 究竟我們要怎樣才可以 去傳承我們香港人 一個很獨特的 identity 我們究竟要通過什麽手法 才可以令到其他人明白 原來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都更加不是英國人呢 所以我覺得當一個國際 這麽出名的球星 當他不是一個曾經在香港居住過的人 都不是一個對於香港是有著好心的 一個歷史淵源的人都知道 究竟香港人這個群體是多獨特 我們的身份有多特別的事 我覺得是一個很鼓舞的事情 是啊 非常之鼓舞 還有他其實一直都是支持香港的 我記得他Facebook是還有 他擺很多是和香港抗爭有關的鞋子的 除了那次穿了一對 生活香港的freedom shoes 去上場打球之外 其實他後來都有試過穿 有Feed Hong Kong的T-shirt去上場 他前兩天就穿了一件 寫著Feed Hong Kong 然後有一包黃色遮瑕的T-shirt 他又特意有拍照 然後傳給我看 那我就說 很感謝你繼續支持香港的Movement 都希望繼續 如果以後香港有什麽事的話 都希望你可以繼續多多幫忙 去為香港人發聲 因為其實在北美有四大體育 有籃球 有冰曲 有棒球 有籃球 但在香港很明顯是關注NBA最多的 整個運化傳承下來 而Center 是第一個NBA球星 是真的為香港站出來發聲的 所以其實真的很難得 說到這個關注度越來越多 連NBA球星都願意站出來 美國都開始 其實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推出了很多的救生艇計劃 政策幫助香港人 美國都終於在八月份的時候 說到我們八月份以為 在放暑假 突然間又有一宗好消息 就是總統拜登簽署了一個備忘錄 就是為香港人推出了一個延期離境計劃 DED 那時候 我記得是我在家見到這個新聞發布出來之後 就馬上逆逆逆逆逆逆 然後大家就全部在美國的香港人都關注 包括一些未必是真的抗爭走到很前線 但是已經來了美國 又很害怕香港 就是他們可能只是在這裡讀書 但是他們都會害怕香港 因為可能他們都有 或者可能在Facebook、社交媒體看過些東西 like過些東西 你現在不知道香港政府會做些什麼 底線、界線去到哪裡 所以變成很多我的朋友都會問 Carmen 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給我聽 那條政策是什麼 其實那時候DD推出的時候 你們都立即收到很多人的問題 想去關注這個政策 是啊 特別是我想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簽署了備忘錄 去到他有具體的怎樣去執行 就是他的表格怎樣做 其實中間也有段時間 在那個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知道的資料都未必會給大家多 所以我們都是這樣照著他字面去講解一下 其實他是一個延遲 他不是一個status 他是一個延遲 他不會逼你走 是的 他在這段時間你是可以去工作 可以去讀書 就是我們那時候都是這樣去講解 一直到他真的有更加多的細節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跟著他的細節 例如去幫人進入EAD等等 那些事情去做 是的 大概去到10月中左右 終於那個細則出爐了 包括BNO也好 你是拿特區護照也好等等 只要你證明到 基本上證明到你是一個香港居民 已經是合資格 那就不需要被強制離境了 那麼也都很開心就是 再晚一點點的時候 再出賣一些放寬 持住F1 visa 學生 簽證的學生 他們就可以 如果他們證明到有經濟困難 可以申請一個工作的許可 也可以做多些事情 讓他們可以留在美國長一點的時間 同一時間如果是工作太忙碌 讀書的要求都可以減少一些 基本上我覺得是超級優惠 超級體恤香港人的了 那麼Joy 你又覺得這些政策夠不夠呢 我覺得當然這個DED 對於在美的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我也知道身邊很多朋友 因為這個DED的幫助 所以就不需要去被迫回香港 同時他們也因為這個F1 visa 的奉寬 所以可以工作更加長的時間 可以去幫助到經濟上面的一些問題 但是同時之間 當我們知道這個DED的實行之後 其實很多還在香港的香港人都問我們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有更加進一步的救生病法案 可以令我們這些還在香港的香港人 都可以移居美國 所以我覺得 除了我們希望拜登政府 繼續去延長這個DED的政策之外 我們當然也希望國會可以儘快通過這個Hong Kong Stay Far Back 可以令到還在香港的抗爭者 都可以有一個渠道來移居去美國 在這裏有一個暫時的容身之處 馬上就要問回Joy的追蹤 剛才你提到的這個Safe Harbour Act 就是香港秘風港法案 就在今年2月9日的時候 再重提上國會新一屆的會期 而現在的進展如何呢? 還有我知道還有另一條 就是在6月的時候 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 就是這個Hong Kong Skable Freedom and Choice Act 都在6月的時候再重提了今屆國會的 兩條關於香港人的救生艇法案 其中一條就是去年差不多通過了 但是臨門一腳 就是在參議院過不了 今年所以大家都很關注 今年有沒有機會呢? 似乎今年就差不多完 沒有機會了 下年那個進度會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暫時知道的就是在House方面 有這個Congressman John Curtis提出的 眾議院版本的Hong Kong State Harbour Act 參議院就是這個Senator Marco Rubio 和Senator Bob Menendez提出的 參議院的版本的Hong Kong State Harbour Act 其實之前在討論這個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的時候 都有曾經有這個參議員 想盡量將這個香港避風港法案 去融入這個法案 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為當時這個NDA的條款 吃了太多了 時間都很緊迫 所以就未能成事 但我們都很樂觀認為 其實接下來這一年 都是很大的機會 Hong Kong State Harbour Act 可以成功地得到國會的通過 因為其實我們暫時都看到 無論是在眾議院還是參議院 這兩條法案 都有一個很強的 跨黨派的支持 那我都相信 其實很多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情況 是絕對不樂觀 都知道其實中共的打壓 只會更加進一步的惡法 所以我們都相信 其實國會來近這一年 都很大機會 會通過這一條法案 是啊 只要習主席再加速一下 就應該可以很快過了 你那個判斷是怎樣呢 那個Safe Harbour Act 下年有沒有機會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還有DD推出的時候 我記得你也有提過 DD那十八個月 就是希望做一個 好像Buffer那樣的位 去等這條救生艇法案過 那你自己的研判 下年有沒有機會呢 我開始不是很膽 這個研判 就是我去年年頭的時候 我去年年尾的時候 我就是猜一下 這個會期過了 那免得自己有烏嘩喉 但是其實我想 我同意Joey剛才的判斷 就是基本上的支持度 是很高的 只不過是 他什麼時候肯去 或者是他的 夠不夠這個熱度 去令到他不行了 我現在就要推了 那我想是 怎樣去令到 美國特別是 國會那方面 有這個熱度 有這個急切度 去到 盡快去通過這條法案 就是我想我們 接下來這一年 國方人士 都要去想辦法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那再將整個香港議題 再令到大家關注這個熱度 再提升呢 其中一個方法 就好像 最近就是 有一個 得到台灣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的 《時代革命》 這一套紀錄片 來了美國上映 我就知道 那個反應非常之熱烈的 大家想繼續把這一套紀錄片 繼續推下去 繼續讓它 越來越多人去看 越來越多人去看 將香港這件事 再給美國人 再一次呈現在他們的眼前 從而希望這個熱度 都可以延點起的 我想問一下 Joey你好像有看到 那套《時代革命》 你看完之後的感覺是怎樣 是啊 其實12月的12號和16號 我們在美的香港人組織 DC Virtue 和DHADC 就合辦 在華府 舉辦了華府的首映 那當時我們除了邀請了 不同的在美港人來看之外 都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師傅 例如是 NDI 有NED的一些學者和一些職員 還有邀請其他不同的國界 美國政界的人士 其實大家看完之後的感觸都非常深 大家都認同 其實《時代革命》 是暫時到現在來講 是對於香港的這場運動 最詳細的一個紀錄 那很多不同的畫面 例如是陳伯上到前線 以自己的身軀黨在抗爭者和警察中間的這些畫面 和這個14歲的一個Morning 他作為一個前線的救護 去敲這個鐵閘 要求警察讓他進去救人的畫面 甚至乎其他一個高空 用一個俯瞰形式 看到香港人如水 那樣去抗爭 去散開的一個畫面 對於美國人來講 甚至乎對於我一個離開了香港的香港人來講 這些畫面都是十分之震撼 當然可以讓我們重新記起香港人去抗爭的初衷 我想同時都提醒了我們 究竟為什麼要繼續堅持下去 究竟堅持下去對於香港人和其他抗爭者 來說有多重要 是的 我想我們雖然說這些都不算劇透的 我想香港人都知道 但其實知道還知道 我也想說回那天我看 那兩個半小時 如果你兩個半小時密集地去看 不停看那些畫面 我的心是不停跳得很快 還有剛才你說的幾幕 都是真的 尤其是我一講起 我也覺得有點眼濕濕 就是救護員那一幕 你怎可能不讓人下去救人 那一刻是很震撼的 我也希望這套紀錄片 可以在美國再播放多幾場 讓多些人知道 知道其實AKDC有考慮 再去舉辦更加多的screening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之前過去的幾個星期 在華府、紐約、Boston這些地方 舉行的screening 都很快就受慶了 也知道很多香港人 都還沒有機會看 所以我想他們都在考慮 舉辦更加多的screening 其實我這套戲 我自己還沒有看的 是的 我自己還沒有看的 我覺得是 如果沒有工作需要 我是不會看這套戲的 那我就是 那時候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定 是 但是 這套戲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顆子彈 是要 就是 給一個特別是美國人 或者是政策圈置也好 政治圈置也好 讓他們去 記得2019年他們 看過的可能一些新聞片段 或者是呈現 其實那個時候的影像 到底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能夠幫到 一個香港議題 在美國那裡 那個熱度 那 是的 所以就希望 能夠盡量地利用好這套戲 就是 周導演他這麼勇敢 去拍了一套這樣的電影出來 我們應該要去善用 這套電影 或者是善用背後很多人的努力 去希望做到最大的效果 那大家 兩位 下年你會怎樣去部署 那個唱議工作 那巴掌說 我就是 我用上年 我在想那套邏輯 但是那個動作 就會不一樣 那個邏輯就是 我希望將香港這個議題 是要 就是 放在他們的桌上 因為 其實 我 我來了 一年多一點 其實這一年的觀察 那個momentum的情況 其實是很明顯的 我不是要爭取他們的支持 因為他們已經支持了 他就反而會問 你想我做什麼 我支持 我支持 但是你想我做什麼 這個就是他們可能下一個問題 所以下年的唱議工作 不論是legislation那方面 或者是搞活動那方面 其實我都希望是 令到香港這個議題 或者香港人 跟美國這裏的政策圈子也好 會有一個更加大的一個connection 令到他們可以更加多的時間 或者多的關注 可以放回香港的議題上面 明白 即是將美國政界跟香港再連結 那個再緊密一點 那Joey呢 你的方向又會是怎樣 我想 接下來這一年 我主要都是會在 國會倡議工作方面 還有去繼續發展 我們離散的 港人的一個community方面 去努力 那首先在國會倡議工作方面 當然我們會繼續推行 更加進一步的制裁 還有這個香港 避風港法案的一個落實 那除此之外 都賣一下廣告先 Hong Kong我之前 就推出了一個report 是講 ESG就是講說 美國的企業究竟 怎樣去利用他們的pension fund 的錢去投資 在一些中共有關的企業上面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這一份報告 去揭露美國這個pension fund invest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這個情況 去推動美國的國會 去重視這個問題 從而去推動一些legization 去阻止美國的資金 再去投資於這些中國企業上面 那說回community building方面 那我們當然很希望繼續去 搞不同的活動 去凝聚回我們 在美港人的一個社群 那另外一方面 都會希望繼續去促進 香港人的社群 和其他族群的一個社群的一個融入 那我們繼續去organize不同的 Rally 都更加去進一步 去organize不同的一些文化 去鞏固我們自己的identity 非常有意義 那我們今集的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下年再見 各位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Joey